歡迎各位亦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警方內部竟然出現了一宗疑似是無間道的疑雲 根據《蘋果日報》的報導 網路流傳了一則訊息是這樣寫的 溫馨提示 各位人員當席時切勿貪得意拍當席的相片 事源一名某某高層人員 在31日當席時貪得意拍了一張相片 在WhatsApp傳出去 被朋友利用這張相片 並且加上了文字 向蟑螂通風報信 隨後在1日時被拘捕 並且即時停職 無緣無故整達 相信這則訊息在警隊流傳 提醒自己人 不要亂拍照 根據《蘋果》所說 12月31日的隨直夜 警察派駐了重兵在旺角 要圍捕抗爭者 而在某一個抗爭者的Telegram群組當中 出現了一則貼文 內容包括疑似在旺角警署裡 高炒拍的相片 還附上了聲稱是由附警朋友提供的 旺角區大圍捕行動細節 有關訊息立即受到廣傳 遭別人議論紛紛 蘋果收到消息指 警方高層極關注這事件 是否涉及警隊內部有人洩密 故此啟動內部調查 旺角區一名附警處理警司 因為被指懷而牽涉事件 正是接受警方調查 並且已被要求暫停職務 有消息人士為這名警司護航 說他雖然在隨直夜當班 但也沒有參與拘捕示威者的行動 故此應該不涉及通風報信 不排除有人在旺角警署拍照後 傳給朋友 朋友幫他加料靠害 造成今次的風波 這段文字也是說什麼 接獲附警朋友通知 指警方已經落命令 當晚會在唐美道、旺角道、彌敦道 和太子道一帶 夾擊抓人 成功抓人 會送到警署 並聲稱消息來自聽機 即是聽取警隊內部的通訊 這篇報道相當豐富 究竟這名附警的處理警司 他是傳說中的白警 是無間道 是內鬼 或是有些人說他不小心拍照 然後傳給朋友 再由朋友加料幫他靠害 我真是不得而知 這些捉鬼的行為 應該交給警隊去做 市民不需要廢心神 不需要說這是鬼 現在輪到警察內部有鬼 鬼打鬼就自己要捉鬼 好呀 要中葵上身 捉鬼捉鬼去 還有不止這個 還有一個老爸找兒子的Telegram群組 都很懷疑 到底是否有警察內部洩密 為何有這麼多警隊 即是警員 個人資料包括身份證 近照 甚至乎他老婆子女 讀哪個學校 住址 都可以被登上網 這麼奇怪 是否牽涉到警隊內鬼 是否有人洩密 你查一查 這麼喜歡捉鬼 從警隊去捉就對了 哈哈哈哈 有鬼啊 有鬼啊 可以找到司徒發政去捉 哈哈哈哈哈哈 找到潘紹聰也行 這次真是好看 其實要知道有沒有鬼 很簡單 你看一下訊息 到底是否真的 就知道 對吧 如果拍張照片 被人加料下去 那怎麼會是鬼呢 根本上那些外人 鬼知道你行動的細節 對吧 這次無奸道就說到這裡 先說一下 就是元旦的大圍報 有一名在銅鑼灣現場 看熱鬧的藍絲 都一樣被捉 這個藍絲 原來是任職車房的 54歲 當日剛剛沒有帶身份證 故此被警察拘捉 他老闆姓劉 他就說 喂 這個伙計跟了他工作十幾年 形容是深藍絲 是小粉紅 平時都支持建制派 當日只是回家的時候 剛好路經現場 被人拘捉 他老闆就說 連日來 多次帶同他伙計的身份證 和住址證明 以及所需的藥物 打算轉交給他 誰知道 都是不得搖鈴 警察就理你 都傻 他老闆就說 當晚在遊行直播 剛剛好 就看到這名伙計 原本他就招著對手 在街邊看警察 圍捕示威者 看熱鬧 誰知道 說時遲那時快 就拘捕他了 他老闆就幫他的伙計說話 就說平日都支持建制派 經常都罵反送中示威者 還怕他被人撕了 估計他當時只是剛好路過 在那裡看東西 有沒有搞錯 回家都拘捕 這些就是 正正要體驗一下 警方濫捕的後果 不分黃絲、藍絲、綠絲、紅絲 這些就是要體驗一下 不要經常開口埋口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嚴正執法 這些就是警隊的專業執法 嚴正執法 你支持他吧 你支持他 你自己也會被捕 下一刻 真是傾巢之下 覆有言論 想著可以獨善其身 真是上得尾 在現場大圍捕當然是人都會被捕 你還不走 我也是很想了解一下 這個藍絲被捕完以後 被人屈完以後 到底他還是支持香港警察呢 還是會洗心革面轉黃呢 如果他繼續來 都是死牛一邊頸 都是繼續支持警察支持撐警 祝你好運吧 這些人都不值得可憐 如果他經歷過這些體驗之後 發覺到原來警察的真面目 終於是面對得到事實了 即是轉顏色 我也覺得是一個很寶貴的體驗 不過代價就沉重了一點 這些就是不打得自己都不醒 針不刺到肉就不知痛那隻 至少知痛比不知痛 有些不知痛的更加有撐警 該你死吧 為之 除了這個藍絲以外 其實很多人都被捕 包括有一名較大的廣絲都被捕 就說他在湖中外邊 就藏有一個自製爐 爐即是工那些 工爐 就說有二十支的尖木棒 還有兩支木棒 我也不知道是否 真的 另外 就根據東方所說 當日有一名消防隊長 和消防員都被捕 年齡分別是35歲和25歲 此外 還有一名北區醫院的急症室醫生 都是被捕的 什麼拘捕這些人回去 其實你是拘捕他什麼呢 你不是想起一個震懾作用嗎 正如星島日報這樣說 如果是的話 根本上你是濫捕 你不是濫捕的話 是人都拘捕 見人就拘捕 你怎麼會起到震懾作用 是不是 你如果真真正正是看到 他乾犯罪行才拘捕 怎麼會拘捕到三百多人 在延長 不要說謊 你一方面透過星島放風 說要起震懾作用 另一方面 就說這些人不算是濫捕 你拘捕他什麼 你只是加一條百搭罪名去 就說非法集結 還是想 這些真是多餘 有一則法庭消息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11月2日的港島衝突當中 有一名20歲的青年 原本被控告 管有兩支迷你士巴拿 今天在東區裁判法院 再次審訊的時候 控方以證據不足為理由 申請撤銷控罪 裁判官林子勤最終裁定 單純管有兩支士巴拿 不等於自招嫌疑 批准被告的重費申請 這件事是 在反修例示威當中 第八宗獲得撤控的案件 控方今天聲稱 因為現有證據不足以達至合理的定罪 故此申請撤銷控罪 獲得裁判官批准 警方說截查他的時候 在他身上搜出了 頭盔、幾對手套、自製鐵、鐵盤、盾牌 以及兩支迷你士巴拿 認為被告自招嫌疑 辯方又反駁被告 坐著也不代表什麼 又指涉案的士巴拿 是屬於首長大的微型士巴拿 可以用於砌模型 就斥責律政司是無理檢控 最終當然就是被判無罪 根本上這些 你算不算是濫捕濫告 你問你自己吧 告一告都自己撤控 根本上是多餘的 那些士巴拿不是很大支 一隻手掌那麼大的 這樣都可以抓 然後你主動撤銷控告 沒有任何效果 警察也沒有任何效果 即是你拘捕人也好 告人也好 甚至乎青年被拘押也好 你都沒有任何效果 製造了你這樣 可以濫捕濫告 應該就要改革 整天就說你的司法制度 法治制度如何健全 如何厲害 根本上是有問題 就是放縱你這班人 簡直是隻眼開隻眼閉 是有告不是有告 是有拘捕不是有拘捕 然後你故意亂拘捕 故意亂告的情況下 你也是沒有任何後果可以負上 只有成本就轉嫁到被告人身上 這些就是不公平 法律制度也應該要改革 當然 說你也沒用 他也不理睬你 噴之友又說人家破壞法治 連破壞法治和違法都不懂分 如果噴之友就叫做破壞法治 那麼大把都可以說破壞法治 走過馬路沖紅燈 又可以說他破壞法治 你根本上就是把這個違法和破壞法治混淆 是不是 他隨間柯尿又破壞法治 是不是 他超速又破壞法治 是不是 你這樣說 很多的行為 所有違法行為 你都歸類為破壞法治 很多微小的事情都為之破壞法治 亂拋垃圾都是破壞法治 如果是這樣 簡直是多餘 故意來把這兩個概念混淆 好吧 這次先說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